刘女士家住辽阳市太子河区望水台街道猪尔屯 今年7月10号晚上7点左右 她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发现对面有一辆机动车 直奔她就开了过来 车里隐约能看出来有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 当时我还想这个车是不是开车的人认识我 找我来了 然后车里下来两个人 就直奔我过来 把我那个肩上跨地包给抢下来了 然后她还给我打了 我没抢过她 这俩人拽着我的包就跑了 当时刘女士的兜里有不到1000块钱的现金 有手机等贵重物品 总价值在4000块钱左右 刘女士回过神来之后赶紧报了警 而回想起之前的遭遇 她还是心有余悸 虽然说钱不多 但是觉得这是挺后怕的 如果要出现什么危险的话太不值了 根据刘女士的描述 警方在查找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时 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这辆车在进入辽阳市区后 便失去了踪迹 就在警方着手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那边 要紧张 你怎么打开 你怎么打开